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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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鮮魚生 好啊 看看你什麼 順德魚生 天堂大人 這個 以前的材薯老 吃日本魚生 通常我們是吃海魚 海魚 就是鮮度 在中國吃魚生 我們吃什麼呢 順德 現在是順德 吃魚生 要吃的配料 有蒜片 有蔥絲 有乾蔥頭 紅鵝 紅鵝白絲 薑絲 有這麼多種配料 13 16 19 12 加上17種配料 加上18種 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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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將它放到碗裡 加進去 這個是不少不料的 一定要加的 是什麼 花生油 芝麻 花生 是一定要的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這個很重要的 一定要加的 吃魚生 是什麼呢 檸檬葉 就是 薑絲 還有 加上 蔥絲 加上 之後 拌勻 它 有些我喜歡 全部下的 但是我不是的 我是下這幾種的 然後 放入口 就可以吃了 很香, 很好吃, 而且很新鲜 加了花生油和鹽, 很多人喜歡加芥末去試人吃 是完全不同的, 加豉油是壞風水的 想要把口腔清新的時候, 一定要吃芝蘇葉 這就是完美的一口 繼續, 有這麼多個在這裡 你可以由自己喜愛, 嘗嘗蒜, 蔥頭, 辣椒 嘗嘗用這些, 但這個一定是, 和鹽一定是不少的 少了就沒有了味道 我再來多一個 先把芝蘇葉放在這裡 一樣, 少許鹽 當時花生油也不夠 芝麻 蔥絲 花椒 花椒 薑絲 要是吃魚生, 一定要有薑 有些人喜歡用餅頭 但我這個就不太喜歡 洋蔥粒 這次是轉口味 現在都很濃 蒜餅 好, 新鮮 先把蘑菇淀 先拌一拌 把魚生做好 其實很奇怪 一放了鹽和油 它就會起膠 最後, 檸檬葉 这次花生鸭放得足够, 刚才还差一点 要把它拌开, 搅拌均匀 这种食法是普遍的, 尤其是两个人吃鱼生的时候, 这个做法是相当好 看起来多漂亮 这个放得足够花生鸭, 更加好吃 忍不住, 试一下, 放一粒野生椒 看起来, 看起来 哇, 好刺激 够辣, 又酥又辣 好刺激 为什么鱼生这么吸引 你看我吃得多丝味 难怪今天, 我以为鱼生大行情 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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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感谢、感觉 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